女力会做事 会做事最有力 女力书籍总统亲自带队 确实不这么做也不行 冲刺2022现在对绿营来说 就效严防2018年大败寝室重演 我们的对手阵营 也有许多女性的候选人 喜欢把自己称作妈妈市长 但他们对市长可能关注不多 对市政可能关注不多 把大部分的心力都放在送网营来上 这是暗酸卢秀燕吗 明明在场的没有台中市长参选人 山间党主席的总统活力全开 论文们也持续猛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神 林根人议员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他有什么权利再去继续指责别人 或许也是跟担心选群有关 就传出悲观主义已在党内蔓延 甚至有人喊出 最糟恐怕只能保四 以目前状况 嘉义县台南 高雄屏东南部四盛市 选情评估稳固 新竹市监困 桃园紧绷 尤其还有郑宝钦拖党参选 绿营在八号中平会将开闸 基隆五五波台北三角都 绿营要强攻 蔡主席强势主导的提名 所以如果真的今年年底 他选输了 尤其是他强势主导的台北市 跟桃园市 最后的结果是输的局面 那么这个当然就会造成 他的领导的威望 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虽然民进党否认有这评估 但从种种转手为攻 宣积让蔡主席有没有忧虑 就可略值一二